亲爱的社区朋友们大家好 本周我们等待今天即将公布的非农数据 8月不在 9月一一走来 外汇市场似乎也进入了一片平静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社区竞赛 伴随着8月的结束 所有的竞赛都告一段落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评选 首先我们走进本周的基本面竞赛 在8月的第四个交易周之中 来自乌克兰的Sharpshooter名列前茅 获得了650美元的奖金 位居其次的是来自乌克兰的Skiman 恭喜他获得550美元的奖金 而来自埃及的Mr. Khalid Vajri 则位居第三获得了400美元的奖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都告斯贝加利大赛 在当前的排行榜之中 我们看到位居榜首的是来自乌克兰的 Western Consultant的女士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Zarima Albu女士 位居第三的则是来自乌克兰的S Amiru女士 恭喜他们 8月份的都告斯贝加利 我们已经评选出来了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来自乌克兰的 Anita S女士 恭喜他在近5000名的优秀女士之中脱颖而出 生活之中我们总在脚步匆匆 错过了沿途的美景 也曾错过一些美好的人 请放慢脚步分享一张慢节奏的照片或者视频 您将由此赢得50点的加分 最后来看一下扑克大赛 在美洲的扑克大赛之中 恭喜来自乌克兰的Sablindes 获得500美元的奖金 而在美日扑克大赛之中 恭喜来自印度的MDE FKE 获得125美元的奖金 好了本周的社区竞赛 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